這個遮雨棚呢 是連假這裡的 中秋連假 趕快把它蓋好了 來遮雨 希望今年呢 草莓能夠爭氣一點 比去年還要好 去年主要都是 在種陶寺 產量雖然 還不錯 可是陶寺真心不好吃 那希望今年四星 跟一點點的紅顏 能夠好吃一點 那這一區呢就是一開始 最早定值的苗 主要都是 三四樓 渡下比較失敗的苗 剛剛那一區呢 大部分是渡下成功的苗 這一區大部分是 渡下失敗的 苗居多 可是其實過了一個禮拜 很正 其實過了兩個禮拜 有一些苗的狀況 就慢慢的 在漲還不錯 那有一些真的 就滅定了 就算是渡下通過 重新定值 還是會有一定的風險 你看 你看像這一顆 定值過來 就剩下這樣子而已 我看也是兇多吉少 那其實 那其實 定值後呢 你只要看 開始長新牙新眼 基本上定值就算成功了 接下來就是好好的養護它 不過現在的溫度 不過現在的溫度 真的還是蠻高的 記碼還是很猖獗 這個就比較頭痛 只能撐 撐到天氣變得涼 記碼之一就不見了 好 那我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草莓季已經開始了 祝大家 終止愉快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